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陈汉点自己当初也不晓得富黑男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过既然有人在办票选呢 他就随手在微博上面转贴这个讯息 没想到一吹票呢 他就暴冲到了第一名 可见他在两岸的高人气 陈汉点他的爆红现象呢 很显然是鼓励了很多一心想要进入演艺圈 但是却又不是传统的俊男美女这些平凡的素人 陈汉点回忆当年在校园模仿比赛当中拿了冠军 他以为就死就可以当议员 没想到才静鸿录了两次节目 就再也没有接到通告了 他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了 他天天跑到摄影棚去罚站 足足罚站了90天 终于又让他等到机会了 我们来看自身记者蔡真如丁二豪的报道 他常常讲喜欢模仿我那个讲话的动作 说太好笑了 陈汉点模仿沈玉林 真是模仿到骨髓里面去 陈汉点模仿沈玉林 真的是很像 因为沈玉林跟我们都很熟 然后每次看到陈汉点模仿沈玉林 甚至有时候沈玉林在场的时候 他也学陈那个沈玉林讲话 真的很好很有趣 你有在生气吗 不会啊 怎么会 有吗 从此微笑远离我 那玉林讲话那个神态 那个沈玉林 让人家看了进去说 对对对 沈玉林就是这样 我去停个车 然后停车场管理员 看到我的时候呢 我跟他讲说 请问一小时多少钱 他说不是你 不是沈玉林 你要一个小时多少钱 对大党如果是模仿叶富泰 是归谁 郭哥啊 郭哥 你也不可以抢 没有 对啊 对啊 可是不是你捧红这个角色的吗 不是 是郭哥啦 OK 所以因为我们跟你熟 我们就一直记得是你在模仿 对 因为可能你们常看嘛 所以等于小悠要模仿可以 可是不要来康熙模仿就对了 不会 我们很欢迎大家来这边 模仿 怎么会这样啊 捧我高呢 我们是在同一招船上 我们是在同一招船上 谁是分身 谁是本尊呢 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 陈翰点他的魔法就是有本事 能够让本尊忍不住哈哈大笑 为什么仿心很多投资朋友 要讲什么 赞模仿老师 为什么 很刀龙 有口皆非 很刀龙 很刀龙 陈翰点他从小就很喜欢表演 有狂热的表演力 而且他从小呢 就对那种模仿别人 充满了兴趣 然后他每次一学之后呢 一模仿起来 同学就一直笑一直笑 后来陈翰点觉得说 好像模仿可以带动人 跟人之间很好的互动 整理大学国贸系毕业的陈翰点 大学时期是热舞社的社长 浑身上下 充满了表演的欲望 本来只是好玩 在舞蹈成果展中 加入了搞笑的模仿桥段 朋友看了之后就怂恿他 电视台正在举办校园 模仿王选秀大赛 你怎么不去试试看呢 模仿大赛 那也众望所归得到第一名 因为在他那一次的比赛里面 几乎就是他实力最坚强的 也毫无疑问 那从那个节目开始呢 也成功的吸引了 韦中哥的助益 以及他们整个制作团队呢 就认为说 绝对是可到自残 那时候呢 郭子贤最热衷 大家也最喜欢他的 模仿的对象 就是股市老女嘴 张国志先生 可是孙乐兴那时候就安排 当然也是演戏 也在郭子贤的同意之下 在旁边再模仿郭子贤 就等于另外一个张国志 就是郭子贤演张国志 然后呢 陈翰也在旁边演演张国志 好的老师直接带你上天堂 好的老师直接带你住套房 就这么简单啊 我也是人气指数分析师啊 我是张国志的弟弟张国志 很好啊 今天双张国志老师啊 又来分析名人的人气指数了 毕竟是新人嘛 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 然后立刻把你丢到电视台 然后全民又是那种每天 就要播出的这种节目 然后每天随着政治议题在走 要模仿 这对陈翰的点来讲啊 对一个学生来讲 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考验 新人啊 那特别是选秀出来的新人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这个小联盟的选手 那小联盟的选手呢 一定会有机会被叫上大联盟的 可是往往呢 如果不能把握一次两次出赛的机会呢 很快呢就会被那个 再调回去小联盟了 陈翰典从素人变成了艺人 第一个角色 就是跟在郭子前的身边打枪 他自然表现得不差 没想到才录了两集 就再也没有接到通告了 哇 什么啊 这是美国小黄瓜啊 不是有毒的泼菜啊 没毒啊 没有毒 顶多烙菜嘛 陈翰典不甘心 演艺之路就这样子的中断掉 他天天都到摄影棚去罚站 每次去就拿个便当 一边吃一边观察前辈们的演出 就这样子罚站了三个月 制作人终于看不下去了 可怜陈翰典 重新为他安排几个角色 大家好 欢迎收看犧牲购物台 我是最公平公正公开的购物天王 陈翰典跟我买最正典 他对演艺的企图心 是所有人都知道 而且他为了这个 有演出的机会呢 付出了很多啦 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啊 或者是在旁边观察 就是等待有一天呢 有人可以啊 那个突然灵机一动 能够让他有表演的机会 那后来全民这个制作人孙乐兴 又被调到 康熙来了那个节目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孙乐兴就想把陈翰典带过去 那甚至一开始呢 他第一次录的时候 孙乐兴就讲说 你不用说任何话 你也不用任何台词 你只要当个活道具 活不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只要帮小S在旁边 这样帮他按摩 然后帮他捶捶腿 这样很狗腿 这样对小S就好了 帮按摩师你也心甘情愿是不是 心甘情愿 对不起 我这边有个多酸 你知道吗 陈翰典那时候回忆讲说 那时候虽然 节目好像说要他 有这个效果 要他去帮小S按摩啊 然后捶腿很狗腿这样 但是他只是借位子 他真的连碰都不敢碰小S 他是谁啊 徐姬弟 是陈翰典吗 你不要再问我啦 我是保险啊 真我要真啊 保险我 这是林立文里面的 De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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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is可能再下一趴啦 对对 谢谢你喔 辛苦你了 回来 小汉典你今天没通过 我再次想要我是保全 当时因为小S怀孕 制作单位希望能够找个 助理的主持人 分担工作 陈翰典就这样子出现在 小S和蔡汤勇的背后 当一个人肉布警 刚开始他的镜头并不多 最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被两位主持人欺负 来 剪刀石头布 最剪刀石头布一下好了 最剪刀石头布一下好了 最剪刀石头布 你布剪刀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其实我有时候跟S姐 就是小S S姐 在节目上那都是效果 那我觉得他有时候这样子 他用这种方式对我 我也会比较习惯 并不是我们本身很贱 就是说那感觉就是 我跟他已经有个默契了 如果他今天好好的对我 我相信观众也会不习惯 而且我自己也不习惯 他也不习惯 然后我们也会尴尬 大家说是不是主持人在挖谱汉田 或者是有点在跟他 在跟他过意不去 但其实那个都是一种 良好的化学作用 那个比较像在 有点在斗嘴的这种性体比较强 那这个也是娱乐效果 最不可缺的 不用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彼此之间有爱 你不打我你会就不用来 不是 不要 你打 你真的打 不可能 打我 不可以 沒有 这种要求我 一辈子没有见过 小燕姐 你今天不打 你就没有机会打我 打我 我不在插手 她想插手 她想插手 不插手 她真的不能插手 你也插手 打 打 1 2 3 看电视大家开心就好 好不好 不要这么样的严重 因为我这个人不是很严重 Why so serious 好不好 大家开心就好了 不要再误会As姐了 其他一点她很好就是 她很清楚知道 自己在节目里面的定位跟分量 所以她在里面即便是 常常好像节目效果被羞辱 被践踏 然后被讽刺 被消遣 可是她都甘之如一 因为她想说我上了舞台 我就必须要让自己变得很贱 当然这不是 这意思就是说 她必须要把自己所有的至尊 所有的全部抛却掉 家人都有以你为荣吗 就是模仿啊 搞笑什么的 还不错 还不错 对 她觉得说 不错啊 你有兴趣嘛 然后看我好像也玩得蛮开心的 可是你本来的节目 不是应该是全民大闷过吗 对啊 那你来康熙又不会来太多了 是另外一个表演的 我们现在主持人不会还有打 陈翰点的名字吧 然后我就放心了 就是因为小S在节目里面 不断地骂他 开玩笑 羞辱他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哦 原来这个张国志 他真正的名字叫陈翰点 所以陈翰点每次讲起来他讲说 虽然大家在节目上看到 他是这么样的委屈 好像常常被骂 被什么 可是实际上 那是一种逆向的操作方式 也因为这样 他才能在这么好的主持群里面 脱颖而出 也因为这样 大家才知道说 哦 原来他叫陈翰点 观众对于这个新人 还没有产生认同感 或者是观众缘 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呢 最难去表现了 画太多 被嫌太强气了 那不说话呢 又被认为说 做那个 存在土在那里干什么 所以这个阶段呢 就像我们刚剪完头把 总是要有好几天的尴尬期 那好在的是说 汉点已经度过这个尴尬期了 他叫汉点 好像字典 对啊 汉字典 哦 对 你明镜来自音汉字典 或者是 阿摩拉底法典 一次又一次的呼喊 陈汉点啊 陈汉点 陈汉点 陈汉点就这样子 被小S叫出了名号 他一样在节目上面 扮演不同的角色 却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一个 只认得出脸 叫不出名字的新人了 大家说我今天这个很像阿勾的头 对... 有一点点 就是比较一点 带一点鸟巢的味道 OK 好 五官... 然后什么叫做对 什么叫做对 今天有一个像 你要以为汉点现在在拔你 我不敢对付你 真的 你好害怕喔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 你不要欺负他 你不要欺负他 不要过来喔 好感人喔 王鼓 小S后来就生产去了嘛 生产去之后 然后陈汉点终于等到机会了 因为那时候代班的是Selina 那Selina当然 因为小S跟蔡康永之间 两个互补得非常好 她的主持功力非常的强 整个掌控全场 基本上 那个时候陈汉点在旁边 真的就是活到前面 Selina来代班以后呢 那相对的汉点的演出空间 就多很多了 这个好的选手 好的艺人呢 就是这样喔 只要给他一个小缝隙 他就可以渗透进去 然后炸出一个大窟窿出来 那汉点 是一个有实力的表演者 欠缺的只是给他多一点的空间 给他多一点的时间而已 应该怎么样制造一个段落感 然后我们会知道在哪里笑一下 好 那这样好了 我就教大家玩一个游戏好了 好不好 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汉点加油 人家叫你汉点故事 帅喔 汉点哥 那我把墨镜摘下来 因为我也是靠脸好不好 墨镜大家都挡出了 其实还蛮帅的 帅好不好 汉点跟康熙的这个结合呢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产生出来 一个很好的化学作用 欢迎收看今天的分手的一台 不過今天呢 并没有要控制任何的事情 我们今天很简单的 就是要在这边玩游戏而已 好不好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游戏接下去 一想到分手 我就想到菜头 喂 为什么想到分手 就想到我呢 奇怪耶 真的莫名其妙 你知道 那菜头大哥问得很好 菜头大哥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你看看菜头大哥他这个脸 除了分手 喂 真的 跟我分手之后没有移民 我就要脱笑了 你知道吗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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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我就是小S最喜欢的东西 我是她的宝贝 我是麦徐亚军 你是黑天鹅 他很像芭蕾舞剧里面的人 黑天鹅 让他来一段吧 真假黑暗英雄 他的时候 他也常常开玩笑讲说 他真的要感谢徐亚军 因为是徐亚军让小S 怀孕 让小S生小孩去了 他才有机会在那个节目里面 有更多的表现 麦克 徐亚军 是舞蹈建民师嗎 不要喝太多 你說實話 他今天这件衣服像不像 而且你看我们两个 搭配的天衣无缝 这种默契是 你干嘛配合她穿衣服啊 你为什么要调查 我今天有穿这种网装 我完全没有调查 我们这是一种默契 你是说我们不是默契吗 心灵相通 好帅的 所以你今天来要永稳了吗 蛤 不过我必须要承认 这件鸡翠被我老公看到的话 他应该会买 前安典靠模仿 渐渐在演艺圈占有一席之地 他模仿的最大特色呢 他总是能够开发出 新的模仿对象 他的模仿是永远让人期待的 我们继续来看 这件记者蔡真如 丁恩豪的报答 你忘记 今天打扮的是 忘记跟大家自我介绍 我是汪小菲 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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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咱们游户冰家人的妹子 你言一下记忆是 徐亚军已经过去了吗 不是 那以前这套西装是献给徐亚军的 不一样 不一样 这有小小的一些差别 因为这扣子是黑色的 以前 小菲是白色的 你真的哪活不开提哪活 没有汪小菲都敢扮 你连大S都敢惹 你笑我小麦子不吃 你笑我小麦子不吃 小麦子不吃 小麦子不吃 你怎么会我们学校的吃了 会让观众觉得说 好像这个节目呢 有另外一个人 而且这个经常是名人 在那里捣蛋 那这个名人是谁呢 其实就是汉典所模仿的那个人 所以我把汉典称之为 一个节目只有两个主持人 没有错 但是他可以说是最佳第三人 陈汉典近演艺圈短短的五年半 从C咖晋升到了A咖 他除了在节目上面搞笑演出 有的时候也装当来宾 发挥模仿的常才 他唱作俱佳的表现 在网络上面 曾经创造了将近46万的观赏人次 哇 哈啰 如果你要听音乐 听新闻 听虚相 听八话 听星座 听古斯 听麦伯 听海科的声音 欢迎收听 听我的就对了 在不同的世代 都会有一个模仿的表演者的代表人 那所谓的新生代 大概就被陈汉典莫属 他等于是集齐大成 然后发扬广大 他的模仿角色论 那个数量很多 还有模仿的到位程度呢 堪称为那个 算是新生代的天王也不为过 哇 你是这个模仿达人陈汉典 哇 你模仿得太棒了 哇 你中间的台式秀典非常美好 你真的表现得太棒 你的模仿秀一级棒 完美 完美 结束了吗 不是 我要听他讲海哭的声音 他学你讲海哭的声音 就是这样吗 海哭的声音 他有一笑 拜托一下 海哭的声音 你有料到有一天会有人模仿你吗 不会啊 那天在大分锅看完的时候 我觉得哇 哇 哇 全台湾唯一一个模仿你的人 对 发现了嘛 一般人模仿的角色 不是大牌明星就是新闻人物 就只有陈汉典他反其道而行 他专门挑那些从来没有被模仿过的人物 你在那边摆摊啊 要搞清楚状况啊 好 就像他熟 像他熟是不是 要用黃立成的语调讲 你要搞清楚 黃立成...不是黃立成 沒有 我覺得... 他在那邊摆摊 他在那邊摆摊 DJ Dennis的語氣DJ Dennis的 你真的不方便去這邊摆摊 因為有時候行人要走過去 李國修... 李國修 他就說你在那邊摆摊的話 因為他走過去太想哭 拜托哥... 對 你這邊摆摊真的非常不適合 你知道嗎 趙哥... 趙哥... 各位喔 你這邊摆摊幹什麼 你有沒有顧慮到... 梁二群... 不是嘛 對 你這邊摆摊 飛哥... 我抱著 該跑的時候要跑 太頭... 你知道嗎 不要再摆摊了 蔡康友... 你在這邊摆摊 你繼續摆沒關係 什麼... 很多人的這個特質 還是被看點模仿以後 才被大家所注意到的 像李四端也好 或者像聖書魯也好 其實很多人都是因為被看點一模仿 大家才發現說 喔... 對對對對對 那個人就是這樣 天端雲端乃至於末梢神經的那一端 都有我來為您做報導 大家好 我是李四端 李四端真的也很難模仿 你幾乎可以說喔 他... 在我們的觀念裡面喔 不是一個OK的 可以讓人模仿的人物 他沒有太大的這個外型 或者是肢體上的特徵啦 但是沒想到漢典呢 可以把它模仿得這麼栩栩如生 甚至他那時候常常 跑校園場子的時候 連周杰倫看到他都會講說 喔...你...我知道你... 你很好笑 但是不要睡太久 如果睡太久的話 就變成冬眠 欸...厲害了 講到冬眠 這是我的歌 我告訴大家 其實我是一個唱片歌手 但是要大家記得 我的歌叫做冬眠 不是長眠 剛剛那一段是一個意外的插曲 今天我們沒有請到玉琳哥 他可能是走錯棚 有些被他模仿的人呢 也要來感謝漢典 包含我本人在內 要不是因為漢典 那個...經常模仿我 他在模仿我的時候呢 我自己還... 扪心自問說 我有那樣嗎 我有像他這樣嗎 後來問朋友朋友說 對 你就是那樣 你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看 漢典有時候 比我還...了解我... 比我自己還了解我自己 那麼講到遲到 台灣人有一個習慣 就是遲到要罰三杯 那不知道大家知道 為什麼遲到要罰三杯嗎 誒 我知道遲到 為什麼要罰三杯啊 玉琳哥你真的知道 遲到要罰三杯嗎 誒 我當然知道 遲到要罰三杯啊 為什麼要罰三杯呢 難道你能喝五杯嗎 我可以 模仿的方式 不會太... 讓人家不舒服 不會太超過 不會做那種太多的人身攻擊 這也就是 被模仿的人跟觀眾 看了他模仿之後 會哈哈大笑 然後不以為意 很有趣的是 很多人認識我 不是因為直接認識我 而是因為看到了 漢典在模仿的 那個叫做沈玉琳的人 再去研究說 那個叫做沈玉琳的人是誰 是因為這樣子 對很多人也就喜歡我了 然後也成為我的本資了 大師李國修啊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三種檔案 一種是經驗檔案 一個文本檔案 如果檔案 如果檔案 如果這三種檔案 你通通學會了 那你這身受用無窮 那細節不完 李國修老師... 請問你同輩那個人是誰啊 這位老師我的徒弟 陳漢典 他是李國修 那我是李修 他是陳漢典 有點錯亂 只要他一模仿任何人 任何人一上升 哇 當天大家都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他跟被模仿的人 大家人氣都很旺 我立刻那個網站上人氣爆衝啊這樣 他現在在學漢典 他在學漢典 沒想到漢典已經變成大家的模仿對象了 他現在在內地有微博有人數 都是因為漢典 我要感謝漢典 沒事呢 他一模仿我啊 他就有多粉絲 一千 短短兩個月 李國修的微博粉絲人數 從三萬暴增到了十五萬 他笑著說這都是漢典功勞 現在的陳漢典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最近有電視台幫他做專輯耶 就是台灣大名 你是不是像台灣啟示錄那一台 對啊 台灣大名 中天 有嗎 好像有特別的中文 中天新聞對不對 問題是你又沒有內容 對啊 我們有累積的一小鐘時間 訪問一分鐘是不是 沒有…大概有十幾分鐘的時間 還不錯 沒有 就聊說一路以來的一些 一路以來 你有沒有想多長 你有沒有想多長 我請問你 你不是還過個紅綠燈而已嗎 帥對不對 沒有… 陳漢典這個綠葉王 不再是配角 主持廣告邀約接踵而來 他三年拍了六部的電影 紅的一點都不意外 等一下很紅耶 我們想找到他的MV 他沒空耶 哇 你去聽那個SAG的MV喔 等一下… 帥耶 是不是在感戲還什麼之類的 等一下 你要拍SAG的MV喔 瞧不出時間啊 終於來到坎城影展了 我現在呢 站在坎城的街頭 有沒有 街邊 很有感覺 而且我穿得跟真的一樣 我穿得跟大明星一樣 但是我們還不適合卡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假裝自己是一個卡 所以我們穿上什麼衣服之後 就有那個樣子 就要很假掰 有沒有 謝謝 哈囉 臉皮一定要厚 必須要有那個自信心 你必須要有那種很大的企圖心 一定要練到有一天 那個美發必重 大家可以看到自己呢 還拍電影 然後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嘗試 可現在陳漢典 其實他自己心裡 還是有他自己的一般規劃 他希望說 我不要只是當一個 模仿人家的人 我希望我能走出來 做我自己陳漢典 模仿新秀小蝦 他迅速地走紅 除了有恩師張小燕的提拔之外 他自己也下足了苦功 他說每次在模仿一個角色之前 他都會先看過上百次的影片 我們來看自信記者 蔡真如 聽恩好的報道 大家好 我是小哥 費玉欣 讓大家久等了 費玉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真的是跟周董的 跟他的合作有很直接的關係 因為那首歌 借你出來出來的時候 太讓人驚訝了 我從你離開天眼之外 你是否還在 我一聽到這個歌的時候 我想說 哇 這個歌太有趣了 我同時可以模仿周杰倫 又可以模仿到菲玉欣 你就算周杰倫模仿得不是很像 但是你只要一切到菲玉欣 只要有像 觀眾就會覺得很驚艷 他的認真喔 你看他 有時候不一定他學誰是聲音很像 或是臉部很像 有時候他那種願意 他明明不像 然後他演得很認真 你又覺得說 哇 得分得分 後來製作單位開始 會給我一些意見 他說你可以用菲玉欣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後來我就真的去研究菲玉欣 他的一些訪問 就意外的發現 我現在終於要跟大家揭曉 這個神秘的事情 為什麼菲玉欣 我會用菲玉欣在康熙唱垃圾 原因是因為菲玉欣真的有唱過垃圾 所以等於是我意外的挖到寶 拉圾拉圾拉圾 然後我稍微自己加油添醋弄了一下 然後而且我一直發音都發錯 大家都沒有發現 但就變成 他就是溫 溫樂 他是想要愛 結果我變成 我唱成溫樂 就是大家都唱溫樂 都唱錯 從小就愛耍寶搞笑 在貓不驚人的外表下 小夏對表演有一顆熱情的心 直到模仿菲玉欣 他的名字 他的臉才真正被記住 大家好 我是麥奇大哥 黃毅誠 大家好 我是小哥 菲玉欣 誰要不要拒絕情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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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的底下 我都賣你準備後悔 耶 耶 後來我在某個卡通的頻道 看到那種小朋友 在模仿郭哥 就會覺得 模仿不像 所以我就一定要模仿 比電視機裡面那個同學像 誰看到我國陶排廣告 葫蘆裡到底賣什麼 賣飯是到底是賣是飯 政治模仿之後 剛剛崛起 那個時候剛剛崛起 所以我們剛好是受影響的那個 那個族群的人 幾年後 遇到邰哥他們 把這個故事給他們傳說 你怎麼會這麼想不開 他被我們影響 從小學四年起開始 就對模仿深深的高米 小家是同學們的開心果 別人的掌聲和笑聲 對他而言 是不可多等的天籟 那時候學長要畢業了 然後發現表演的一旦沒有我們 我們還要去學長的每個班級 這樣表演一邊 就是很瘋狂 其實藝人他的骨子裡面 他的學藝裡面很本質的就是 一直在散發我要演 我要愛演 我想演 大家開心嗎 這種感覺 他都有了 明顯的收場是 康熙來了 為你邀請到特別來賓 哈林余淳慶 是的 我是哈林余淳慶 你是 你是 陳漢典 沒錯 那個時候流行選秀比賽都是在 歌手比較多 然後那時候是很憧憬 可以像 那些星空操的選手一樣 就是可以去比賽 然後被很多粉絲這樣 一般人對他的印象就是模仿 可小蝦其實也做過歌星夢 他曾經在選秀節目上面 以素人的姿態出了一張合輯 卻沒受到太大的關注 發現說 還是要仔細斟酌一下 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人想要聽你唱歌 後來就發現原來 模仿這個途徑是 同時可以讓觀眾聽你唱歌 這樣吸引大家的一個方法 小蝦我覺得他是聲音 就是因為他的歌喉很好 所以他學很多人唱歌 聲音都很到位 必須先找到自己的那個位置 你最擅長的是什麼 你要讓別人印象深刻的 馬上能記住你是什麼 林佑嘉 當年小蝦正在準備重考 一心想要表演的他根本沒在念書 有一天機會悄悄地來敲門 重考班的老師為他引進了綜藝節目的製作人 讓他得到了一個適性的機會 我覺得很好 有什麼節目可以讓我上 那時候他在做棒棒堂 他看著我一下就這樣 你這個樣子應該是不能上棒棒堂 我說我知道我不能上棒棒堂 他又會跟我講別的 就是有個別的節目 例如說棒棒堂 變星球崛起 為什麼星星可以反駁人類 其實它是一隻變形金剛 模仿一個MTV台的那個配音員 就是MTV風神榜 萬人演唱會 有請的藝人友 然後我就Cue模仿會唱歌的角色 這個段子反而比較受製作單位的青睞 他們比較不想要看 就是我們這些年輕的朋友模仿 就大哥們已經做過的 兒子父子的角色 修靜騰 海盾的旋律 與鳥頓的引力 理性的種意 無法去抗拒 海盾的走迷 與鳥頓的發明 遲斷的自己 穿越了孤寂 我在天上飛 這個節目試鏡過了 就開始一連串的 我跟電視節目的一個 長期的互動跟配合 因為他們就發現說 有這樣的一個人 他長得 長得不像模仿的人 但他竟然會模仿 其實我們常講說 在表演的這個區塊裡面 要嘛你就讓人家印象深刻 不是很帥就要很醜 你不要長得中中的 大家覺得有沒有你都好像 沒有太醒目那個位置 小蝦之所以能夠在這一波裡面 這麼多這種來參加選秀 這樣節目裡面的這種人 然後脫穎而出 甚至被小燕姐會演像的這種 主要原因在於 小燕姐覺得 小蝦是很有潛力的 因為小蝦她本身有個特質 就是她本身的可塑性就很高 在舞台上 想要讓人第一眼就記住 不是要長得特別帥 就是要有特色 小蝦具有個人特色的外型 卻反倒成了她模仿路上的阻礙 因為我臉長得比較 就是太 五官稍微就有點太有特色了一點 就比較不容易在模仿的時候 把那個人的臉套在我的臉上 他們就覺得這是個很衝突的感覺 他唯一的缺點就長太高了 其實諧星太高 是會跟大家融不在一起的 諧星就要像那個納豆這種 白雲那種 但是你你太大張 其實會跟群眾有距離的 我比大家更需要努力的部分 就是我的聲音真的要非常非常地去研究 對 然後我竟然能夠多加一些道具 去Cover我長相的問題 例如說盧廣仲 我可能就需要一個眼睛 然後我就去研究他的表情 那時候我模仿盧廣仲的時候 也是下了蠻大的功課 就是在家裡聽他的歌 我爸不懂我到底在幹嘛 一直放一個歌 然後從頭到尾就在對阿對阿對阿 大家很喜歡學我講話說耶 但是有時候你不能講耶 尤其是在買檳榔的時候 如果你有老闆說 老闆我要買個檳榔耶 你就會買到檳榔耶 觀眾洗心研究了心裡 小蝦從小就懂 想要當一個專業的藝人 絕對不能夠一朝半時闖江湖 我在國中就發現原來 就是不能只一朝半時闖天下 因為當你表演了這個 你每週他們都會說 你現在要表演 你就上來弄一段 可是你就會發現 一週他們很開心 兩週他們就覺得還好 三週他們漸漸已經不想看你表演了 你就開始要發現充電的重要 小蝦是一個很用功的孩子 而且他的天分都比其他 現在目前跟他一起的人都好很多 再加上他自己的那種用功 我想那個功力的倍數是不太一樣的 剛好跟一個台中模仿高手PK 那個人叫做阿彪 然後他也是模仿25個人 也是在網路上影片非常強的一個 台中王牌樂團的一個模仿高手 他用李炳輝跳金舞門 哇這個也是很驚艷 那想說哇真的是高手 而且他也是前輩 他也是前輩 那我想說我菲玉琳到底要表演什麼呢 那剛好那時候有學羅志祥的一個舞 叫做愛了什麼重秀 所以我就用菲玉琳跳愛了什麼重秀 愛了什麼重秀 愛了什麼重秀 然後就跳得很重這樣 愛了什麼重秀 愛了什麼重秀 你也握手便便搖心 請把人迴空 會比那麼重 到晚不必等待中 我不介意 這個做完之後我就發現 菲律星是真的還可以去做一些突破 就是菲律星還可以去唱一些別的歌 自己的想法有時候可能就是 局限於在這一塊 像上次我跟小蝦 小蝦的那個PK 自己也有得到一點禮物 因為像小蝦他很 他會用人物跟人物 然後去做組合這樣 對 然後我現在也開始就是 又在人物上做組合 每一次的表演都經過 不下百字的練習 小蝦私底下練功扎實 求心求變放得開 即使不是微妙微笑 也要能夠逗得觀眾哈哈打笑 他現在長這樣子 然後他又要去主持 都可以 我覺得他是一個那個橡皮臉 那種切面臉的OK 怎麼樣捏都OK 他沒有問題 一個四川小妹妹 她唱張惠妹的火 但是她唱的是四川話的 她說 我就是愛音樂 不要叫我停下來 然後她很投入 我就是愛唱歌 呼吸大作接配 所以我等於是要去學她的口音 我就是愛音樂 不要叫我停下來 你要模仿到她的骨子裡面去 你不是只模仿她的一個形 因為模仿一開始初階 一定是先模仿形 但是我們要去講議題的時候 你還是要把它的觀念 放到那個角色裡面去 不管事前再怎麼樣認真的準備 上來表演 難免會遇到突發的狀況 和前輩白雲搭檔 就曾經讓小霞 嚇出了一身冷汗 那個時候經典是 平常他們有希望 他講這麼多詞的時候 他當下竟然講了一卡拉谷的詞 他的台詞只有兩個字 就是大膽就沒他的事了 接下來就是我幫他接 結果他突然大膽 然後劈哩啪啪講了一大堆理論這樣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講什麼 因為他忘記他只要講兩個字 他就開始劈哩啪啪講一大堆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才剛去 我想說完了 接下來 該怎麼辦 然後我心裡 人生的跑馬連海經過 會不會今天就是我最後的通告 大哥出錯沒關係 但對新人來說 也許就失去了一個機會了 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考驗的 就是小霞的靈堂反應 後來就趕快順著他的話 然後把我的台詞能夠講的 全部一拼拼把它講完 然後工間還吃了好幾個螺絲 但是我還是拼拼把它講 我想說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把這個通告撐過去 我不能就摘在白雲哥的手上 他們如果不加糖 他們心情就會不好 他們心情不好 他們就沒辦法工作 沒辦法工作的話 老闆就會把他們壞掉 把他們壞掉 他們就沒錢賺 沒錢賺 他們就不可能再去買咖啡跟糖 這樣子會完全影響到台灣的經濟 這是相當糾結的問題 你講得好好呀 你好帥 放肆 我有這樣說嗎 沒有 因為您剛剛完全沒照本頁 小霞的反應算是 這一群孩子裡面 現在是最好的 最準確的 他也比較敢 也比較有自信一點點 怎麼樣模仿才叫磨得好呢 磨得漂亮 磨得潮磨得清楚 磨得得意 磨得精彩 磨得素色 磨得深情 磨得智慧 磨得天真浪漫 反普歸之 磨得喜事連連 無業無悔 磨得謊的道 磨得不定從業 磨得平常心事道 這些特質我都沒有 OK的 美國普普藝術教父 安迪沃和他曾經有一句名言 他說在未來 每個人都有15分鐘的成名機會 但要如何抓住這15分鐘呢 我們繼續來看 臥谷藏龍的模仿大賽 資深記者 蔡真如 聽恩好的報導 大家好 我是誰 不過陀文康嘛 歡迎收看今天啟事錄幫幫忙 我組成陀文康 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是什麼 講的是模仿 他基本上是說到這個模仿 幹什麼東西 最近有個叫卡古的 一直在模仿我 在康哥的部分 我那時候專演他 我專演大概有半年之久 對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的聲音 跟他其實不是那麼的像 對 尤其一個人的講話聲音 是最難去模仿的 看說今天的光貓 然後我的土王康 OK的 那其實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這句光貓講的主題就是 是關於這個模仿 那模仿是 就是 你看像陳岸典 OK的 你看他平常會跳舞 跳舞在那邊弄 在那邊弄 在那邊弄 OK你怎麼辦了你 這陳岸典 康哥有個特點就是 他講話是 不太 他不太捲腿 就是比方我們講 正常的 大家好 我是卡古 那如果是康哥就是 大家好 我不是卡古 我走龍康 就是他的是不是嘛 就是他是會用那種 用舌尖去頂著 齒二的那種感覺去講 模仿素人冒出頭 感秀就有機會變藝人 卡古原本是家飲料店的老闆 他天生的喜感 讓他有機會成為舞台上的 亮眼的血腥 你為什麼賣飲料 還來當主持人 沒有就是因為在隔壁 然後我要跟鄰居結緣 就是敦親睦靈 對 你會這樣笑 哇為什麼會這樣子 欸我究竟犯了什麼錯 你為什麼要這樣笑我 雖然就輸賣出頭裡 好比勉強 好比勉強 大家好 我是陳蕾 我終於擔任推薦人這樣 對 那也算是無心插流 因為我就是推薦 然後我沒想到 就會讓大家比較記得 因為我就是用模仿的方式 歡迎我們的海盜船長 ��翔 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 準備 是誰住在神海里大夢里里 來獵龍 風風花花 是座子路 來獵龍 是誰住在神海里大夢里里 然後就很多同學就跟著唱这样 就連評審老師都跟著唱 對 就是還滿意外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我有 跟黃鐙惠東映哥去主持校園 然後那時候校園演唱會 我就也是帶領那個學校的學生 然後唱這首歌 所以我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學生是很喜歡的 等一下 停 停 停 你是推薦人啊 對 我是推薦人 來 光雯老師 是 我已經要讓你過了耶 真的嗎 那你下去啊 我一直以為他是參賽者 對 我也是以為啊 不是 我上面有貼一個讚 對 其實真的參賽者是他 對 我不要 我不能接受這事實 有一個公式是這樣子的 他是知名度怎麼來的 知名度是能見度在家辨識度 你要讓大家能看到你 那能分辨你是誰 而不是經常你在路上 你好像我在哪裡 你好像演過什麼 都是模糊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氣象專家人力語音 平常大家都以為主播 只會爆氣象 那今天主播 要給大家帶一點不一樣 那最近啊 因為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天氣是非常的變化莫測 就好像 音樂太強 不化會被撞到地上 我覺得人主博士 他在邏輯上是最難的 因為他必須要有知識 對 就可能對氣象的方面 是要有所掌握 雖然我剛剛模仿的跟氣象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謂模仿就是把 要模仿的對象 放大十倍以上的誇張 你抓到他一點點精神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他嘛 那我們怎麼樣要把它變成 真正的觀眾想看的那個味道 所以就是放大 每個人都有15分鐘的成名機會 這短短的15分鐘 可得千萬要把握住 我們先再請一下李四端出來好了 主播 各位以前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四端 馬上帶您關心今天的新聞 但在進今天的新聞之前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 一周的氣象 現在把鏡頭交給我們的人力於 袁先生 基本上我剛剛我要講的話 我都已經講完了 那現在再把同內 交換個同內主播李四端 袁先生相當幽默 如果我有新聞早就定了 再把鏡頭交換給我們的人力於 人力於 可以啦 可以啦 步步一拉開 我根本連想都沒有想 我要把我最好的準備 呈現給大家 那只想問他們一句話 小朋友們 你們準備好了嗎 你們準備了什麼 這個這麼大的環境 要等著你們來 一起來跟你們 你們擁有什麼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起訴 我周美翔 我們再會 再說一次 我們未來的 真正真正的 消費 我們想在一起 總共合 結果 感谢观看